古老的運河從長洲穿承而過 給城市帶來了生機和靈氣 也帶來了千年的繁榮和興盛 我們跟隨長洲民宿文化學者 紀全堡來到位於天寧區的東水關 據說這裡還能看到 當年古運河的歷史風貌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條 老的古運河沒變 長洲說到古運河 大家都說運河是母親河 通過母親河可以孕育了 許許多多我們的地方的文化 你比如說我們地方的美食 運河 為什麼它能和地方的美食結合呢 紀全堡從小在運河邊長大 聽他說 運河水養育了長洲人 而長洲的美食文化 已與運河有著緊密關聯 為了讓我們品嚐一下 長洲的老味道 他帶我們走進街邊李家 百年老店 菜裡面人很多耶 這個裡面的不但是人多 長洲人都是喜歡吃麵 你看 飯 麵等等 你看這個食物多好呢 長洲人很喜歡吃麵 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各種麵館 其中要數銀絲麵館最多 銀絲麵也是長洲美食的代表之一 對於長洲人來說 銀絲麵就如同武漢的熱乾麵 北京的豆漿油條一樣 已經稱為長洲的早餐代表 聽季宣寶說 除了銀絲麵 長洲小籠包也非常有名 他帶我們來到後廚 走進操作間 讓我們看看長洲小籠包的特別之處 我看您現在這個包的就是小籠包 叫你們夾蟹小籠包嗎 陸志強今年53歲 製作小籠包已有35年 聽他講 小籠包最早出現在清朝道光年間 是長洲傳統小吃的代表之一 我特別想問一下您 就是長洲當地這個小籠包 因為也算是特色嗎 跟其他地方的這個小籠包的區別 在哪兒呢 小籠包 豆漠包是多有 但是我們最長的特色就是比較鮮鮮 像這家杭州他們買的就偏甜 武漆的小籠包也有 這個是根據當地的不同的口味 還是有區別的 對 聽陸師傅講 小籠包雖然是手工製作 但用料標準十分清晰 製作手法上還有一些撬門 這個小籠包為什麼這麼難包吧 它就是這個配皮那麼小 你線心放那麼大 怎麼包進去它想不通 容易露出來 對吧 你看我們這個四個手指 它這裡是平的 你還沒放平 我沒放平嗎 那來放平 好 你知道嗎 這個配置就形成 我要不然跟您學一學怎麼樣 行 行嗎 因為我進來已經消過毒了 我再給您試一試 看著精巧別緻的小籠包 記住也想了解一下 製作小籠包有哪些撬門 想辦法你把它壓下去 有沒有本事 我試試啊 有 好 為什麼你這個手 你要這樣子嗎 這樣子 那我應該怎麼樣子 我們的手能是活的 這個線心它是似的 我不能把它在手裡面再轉 你看老師這個手 它是頭部的 它這個四個手指 我觀察了一下 不斷地在這樣 就跟繞圈一樣 然後把這個皮就轉圈 剛才我這個已經 淤出去的這些肉 全被陸師傅 已經給圈回來了 看 這是跟一個元寶一樣 一個小包囊 這麼古 那其實剛才我大概體驗了一下 就是本來我還是想盡力把它 能夠包進去 但是確實是第二線的時候 它就已經不受我控制了 就已經出去了 因為這個線真的是比我碰到以前的這種包子餃子 那真的不是一個概念 這個完全是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一個線容量 放到一個很小的一個皮上了 所謂的就是小籠包 就是吃到脂水 你只要這樣想一個配置才有五克 五克 裡面的線心要二十八到三十克 你想想看 你一口咬下去 就那個脂水很鮮明那個脂水 說得我現在就趕緊想吃一口 一會兒要不您就把這個 給我們蒸一籠 讓我們也品嘗品嘗 好嗎 走出廚房 來到用餐區 季群寶請我們坐下來 不一會兒陸師傅斷買了剛剛蒸好的小籠包 讓我們趕緊品嘗一下 頂黃小籠包 剛剛蒸好的小籠包外觀精巧別緻 晶瑩踢頭 吃小籠包也很有講究 還要沾上香醋和嫩漿 哇 你聽到那個聲音了沒有 就有桌水的那個聲音 開窗的聲音 開窗的聲音 要把這個脂水要提掉 現在我沒有把這個脂水吃完 就是出來了 長洲小籠包 它就是靠這一口的脂水走遍天下 就脂水比較豐富是吧 這個湯汁就是小籠包的精華 小籠包的麵皮很薄 輕咬一下 鮮香的脂水溢入口中 令人口齒流香 好鮮啊 這個就是我們家蟹小籠包 頂黃小籠包的蟹的鮮味 剛才我學著老師這個樣子 先把這個汁水吸進去了以後 特別的鮮 就像那個你喝這種肉湯一樣 對 然後呢 再把這個裏面的比較乾一點的肉 再吃進嘴裏面 就完全能夠感受到這個肉本身的 這種細膩感 機權報說 小籠包是清朝道光年間 由常州萬華茶樓手創 因口味鮮香廣受歡迎 後來傳播到無錫 南京 上海等地 經過不斷改進 成為江澤地區的知名小吃 我終於把這個 品嘗過小籠包 陸師傅又端了兩碗剛剛出鍋的銀絲麵 這兩碗麵 其實它這個湯還有區分的 完全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常州人對面是非常講究 我們常州人 銀絲麵 這一碗銀絲麵 銀絲麵的麵條很細 也很齊整 這些麵條要經過五道壓敏工藝 才製作出來 每個麵條的直徑只有0.8毫米 常州銀絲麵是加的是蛋清 這個麵裡面是貨的是蛋清是嗎 就是它與眾不同 它是用蛋清和麵 它吃到嘴裏面你現在吃 我嚐一嚐 它是勁道 回味 有帶劇 你感覺常州人對面很帶劇 而且銀絲麵它下在湯裡面 它不會糊 對 這個麵不管是紅湯麵還是原湯麵 就是泡時間長了 這個湯依然很輕 這是焦頭是嗎 這就是焦頭 這個是我們的特色湯酥排骨 銀絲麵的焦頭有二三十種之多 不同的焦頭又給人以不同的口味 沒想到 一碗看似簡單的銀絲麵 卻有如此多的變化 這就非常有這種色香味俱全的感覺了 江南的味道 對 長州的味道 長州的味道 聽《季權報》說 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 長州人請客時大多會來吃銀絲麵 那時吃上一碗銀絲麵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一條運河的水 它提供的運河的食材 就養育了這座城市的人們 一年四季運河給我們這座城市 提供了非常美好的美食 老百姓就是把這條古運河 稱之為叫抹青河 它其實是帶來了我們非常美好的美食的味道 更重要的運河的文化 引於了我們一座城市的市井 沒錯 帶來了情懷 給我們感覺到家鄉的味道 就是離不開一條河 古老的運河水滋養著長州 也流入了人們的平凡生活 可以說長州人每天的飲食啟宿 都離不開運河 運河是人們心底最深刻的家鄉記憶